Sheryl就问 朱sir早晨 他想问八八三 他10.94买入了 现在账面有微利 好没有等到随正呢 还是先赚了呢 其实 一向有大型股息随正 在港股普遍的法则 当然普遍不是一个定律 就是稳率 因为股市永远要成熟 没有定律 有定律的话 有钱比巴菲特 那个稳率通常是怎么行呢 就是随正之前 就会因为人们想抢息 而去承证那个股价 但是 在当它随正之后 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沽出货 形成了 你如果是将那个股价 是过了随正 想着收到一元的话 可能你是用很远很远的时间角度 你真的赚到那一元的 因为特别是 给一些好新好新的股价 科普 就是你所谓收息的定义 你怎样才是真正收了息呢 你是收了息 其实股价就会 拔了那一元出来的 就是当成一元 然后你怎样才可以 真的赚到那一元呢 就是譬如 4个股价随正 由11.3跌到10.3 那你又代了那一元 对不对 那你股价缺失了那一元 那你就要是那个股价 你叫田权 内地的属业叫田权 就是将那个股价 是由10.3又 便宜回到11.3 那你股价是升了一元 还是你自己本身的银行 又代了一元 那你这个才是 叫做赚特的股息 OK 那当成来说 就是说 如果那个股票 除息除了一元 还是它向下跌了三元 那你哪有赚过呢 你倒输了 OK 那变成就是说 派越大的股息 或者越大的股息 通常都会有些 是这么诡异的行为 所以变成是有些 特别是炒家 或者纯粹是 拨股价升幅的人 会有一种 是很反人类的做法 甚至是反人类到 老实说 普通的散户 我知道我赚完 你都不接受的了 甚至可能你是要 遭受无限次这样的试验 可能是通过了 那你可能才会慢慢 尝试肯接受 以一个这么反人类的说法 就是说 你越大的特别股息 我越不收 你在股价随正之前 扯高完之后 或者甚至有些极端的例子 是送大额的红股 比如10送4 或者10送6 10送5 这些红股 是因为我很多人很喜欢用股 特别是我们说 送东西给我们 接着一定是很好的 对不对 但是就是说 反人类学的那些人 就是说 你越送得厉害给我 你的股价在随正前扯高 我说 回到我就不要了 然后我就 只赚你扯高了股价就算了 所以海油我个人觉得 再加上近期 除了是墙息的因素之外 油价是继续是长期 高企 而且那个势都好像不想回落 这个油价走得越久 而且对白白三是越来越有利的 因为赚钱会赚到盆满满的 OK 看在这样的份上 其实股价会继续扯上去 其实也不奇怪的 但是我个人会强烈 会根据我们一向在随正的教学玩法 就如果万一它是 就是第一 那个步骤 你要查回随正的时间 第二就是 如果随正辞职 就是如我所说的 除了得太高的话 就算你说 不收息 很反人类 这个很压缩 这个听话 那不要紧的 你可能说 想做练习 但是你又觉得 这个很反人类学的 就尝试一下 我不敢慢慢建议 我幻想如果这个盘是我的 那我可能就沽一点 就是沽一点 去对面自己昔日的 那个所谓的习惯 那看看今次 又是实现昔日的习惯 又是这样 随正之后又是跌得很厉害 还是说今次是反这个论调的 就是威力一次 随正之后 都不断向上补夹的 那我们就要看看 到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给大家一个资讯 大家参考一下 6月9号就随正 是的 朱sir都有一个 就是与大家想发不同的建议 那大家可以 想一想 或者参考一下 是历史的角度 是 好 那大家可以 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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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